Here I am where the movie started Fishing at a photo they've taken Space Street flying through the skies And battles happened everywhere Hello大家好 今天Karlink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 我们在社区上面的自动灯光照明控制系统 相信大家现在都知道 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已经很少自己去调动我们的大灯了 为什么 因为当今天亮度不够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开到山洞里面去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把我们的大灯打开 因为我们现在车子上面都所谓的照度计 我们在大楼上面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 可以注意到在我的手边 这边有一台光照度的传送器 它可以及时的去检测 附近周遭环境的亮度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大厅或者是外墙等等 这个亮度值 它会显示在我们的智能屏幕上面 或者是像中控式的屏幕显示屏上 当然我们住户的手机 我们的住户手机 这边也会收到一个照度计 再来这一边是我们的智能公布栏 它上面的照度计也是实质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真正到是多少 它就会显示在这里 除了这之外 其实我们直接可以很直接透过手机上面 来去做一个控制 比如说今天我现在在手机上面 我可以去设定一个设备的联动 好 我去设定当我今天的亮度太 比如说不够亮的时候 它就会帮我关灯 我们现在直接来秀一下 现在的亮度是303 假设今天亮度只有把它盖起来 去访造现在天黑了 当今天亮度过暗的时候 好 这时候你看灯光已经打开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的手机会传 收到一个通知 告诉我灯光已经打开了 那如果今天亮度过亮的时候 先把它放开 让亮度慢慢的提亮 超过500的时候 这个时候 一样我的手机会收到一个通知 告诉我灯光已经关闭了 现场灯也确实的把它关上 以上就是我们针对这个系列操作 针织显示联动做的介绍 就这么常为灯光已经打开了 没关系 那但是就会有什么 进行的 因为我们就会想到 里面对 Ayana 可以打开了 这边 我去O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